一、自制力强的人,都不会很差,能坚持早起,能坚持锻炼,能坚持读书,不会消耗自己的时间去和人家争论,不会浪费太多精力去讨好无关的人,一个人的最终幸福与成功。 长远来看,靠的就是自制力,二盆泉之所以漂亮是因为它有了压力,瀑布之所以壮观,是因为它没有了退路,却之所以能穿拭,是因为永远的坚持,人生亦是如此,在生活就是这样,别人只看结果,自己独撑过程,面对生活,我们除了坚强,就是继续,别无选择,路可以回头看,但不可以回头走。 死别抱怨,当目标成了遗憾,命运才给你改变自己的机会,往事记忆过去,就应该学着笑对眼前。 人生一世,如浮云流水,过往是覆水难收的,我们有的只是现在,五,有手有脚的人,玩什么颓废,有心有肺的人,玩什么喝醉,又梦有理想的人,说什么太累,从今天起,你就要打起精神, 努力奋斗,坚强乐观,永不延弃,让梦想在你的手里开花结果。 六,每个人第一生,难免都会遭受挫折和失败,所不同的是,失败者总是把挫折当失败,勇气消失殆尽,成功者则是从不延摆,在困难面前越挫越勇。 其与其指望每次失落,谁会有正能量的人出现温暖你,不如指望自己变成一个满满正能量的人。 爸,做事业都是熬出来的,百分好的人连一个月都熬不过,百分好的人熬不过三个月,百分好的人熬不过半年,百分好的人熬不过年。 只有百分好的人会坚持到最后,要做百分好的人,就要像傻瓜一样的坚持,才会有想要的结果。 九,不必太纠结于当下,也不必太忧虑未来,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,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。 有些人成功,是因为他们命中注定要成功,但绝大部分人成功,是因为他们下定决心要成功,时成功不是属于跑得最快的人,而是属于一直在跑的人。 十一,给人生一个梦,给梦一条路,给路一个方向,跌倒了要学会自己爬起来,受伤了要学会自己疗伤,生命只有走出来的精彩,没有等待出来的辉煌。 十二,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,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,十三每人每天拥有小时,有人精心经营,有人混沌互浪,精彩的人生都是经营出来的。 十四,不许做,成功率百分好,试着做,成功率百分好,好好做,成功率百分好,努力做,成功率百分好,拼命做,成功率百分好,二八定律,自己选择结果,活着就要突破自我,活着就要实现梦想,这才是自身价值的体现。 十五造船的目的不是停在港湾,而是冲击风浪,做人的目的不是窝在家里,而是打造梦想。 十六当你培养了不可撼动的自信,你的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更好。 十七比你有钱的人,一定比你努力,比你努力的人,终有一天会比你有钱,生活本来就是平衡的,你不为赚钱付出辛苦,你就得为省钱烦恼。 十八,人生不能靠心情活着,而要靠心态去生活,活着不是靠泪水博得同情,而是靠汗水赢得掌声。 十九人心有一个弱点,你越在意什么,什么就越折磨你。 当你不再为守卫脚,当你鼓起勇气,下定决心忠于自己,每一天都将是最好的状态。 二十,人生不要被安逸控制,决定你成功的,是奋斗。 人生不要被别人控制,决定你命运的,是自己。 人生不要被金钱控制,决定你幸福的,是知足。 人生不要被仇恨控制,决定你快乐的,是豁达。 人生不要被表现控制,决定你成熟的,是看透。 二十一,长期阅读的人在生活中很明显,公众场合偏无安静,发言时直出重点,逻辑清晰,做起事情专注度高, 不会大声吵闹,学习能力强,接受新事物更换。 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,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。 二十二,你的人生永远不会辜负你的。 那些转错的弯,那些走错的路,那些流下的泪水,那些滴下的汗水,那些流下的伤痕,全都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。 二十三,跟雨伞谁做人,你不为别人挡风遮雨,谁会把你高高举在头上? 二十四,世界不会在意你的自尊,人们看待只是你的成就。 在你没有成就以前,切勿过分,强调自尊。 二十五,有人帮你,是你的幸运,无人帮你,是公正的命运,没有人该为你做什么,因为生命是你自己的,你得为自己负责。 二十六,哪有那么多天注定,所有看似幸运和巧合的事,都悄悄努力。 二十七,有人抱怨生活不公,却从来不想着自我改变。 有人努力了很久,但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中途而举,没有人生来就是王者,成长路上,不用总想着何处有亮光,你只管向前跑。 二十八,少玩游戏,你打不住房子车子,可以有爱好,但要把握尺度,少玩斗地主等一些高度吸引人的竞技游戏。 也许你的级别很高,但不代表你有多么成功,反而会影响和占据你成功的时间。 二十九,你有多自信,世界就有多相信你,你有多坚持,成功就有多倔顾你。 三十成功就像抓高跟鞋一样,当你刚起步时,可能会马脚都是水泡,很多人可能会因此而放弃,而一路坚持下来的人,最后都会走出最优美的步伐。 三十一梦想不是空口无凭的大话,而是在寂静的奋斗里努力生长的果实。 三十二头等人,有本事,没脾气,二等人,有本事,有脾气,莫等人,没本事,大脾气。 三十三,见识越广,计较越少,经历越多,抱怨越少。 三十四,若不抽出时间,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,你最终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应付自己不想要的生活。 三十五,如果想制作或想改变,什么年龄都不晚,困住一个人的,从来都不是年龄和身份,而是事业和观念,以及,有没有喝得出去的最新。 三十六,聪明和智慧是两回事,所有失败都是为成功做准备,抱怨和泄气,只能阻碍成功向自己走来的步伐,放下抱怨,先平气和地接受失败,无疑是智者的姿态。 三十七,有目标的人在感恩,他们知道努力才是人生的态度,没目标的人在抱怨,而且总是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。 三十八,当你心无旁骛,为自己的未来努力时,也就不会再把世间经历,浪费在别人的眼光里。 三十九,不要高估两年内的自己,更不要低瓜十年后的自己。 四十一,我始终深信时光,终究不会辜负一个平静努力的人。 四十人生的跑道上,有人只欣赏风景,有人努力让自己成为风景。 四十一,每一次努力的背后,不一定都有回报,但是必定有意料之外的少次。 四十二,人人都希望追求到美好,其实美好就是无止境的追求,不管选择做什么,要一直在路上。 四十三,如果你选择活在别人眼里,那么树定会死在别人嘴里。 四十四,你要向上走,不必亲自抱自己者的话,做自己该做的事,说自己能说的话,守得住没有光的人,终究会闪闪发光。 四十五,只有经历最痛苦的坚持,才能配得上拥有最永久的幸福。 四十六,眼泪说明不了什么,它代表了软弱。 记住在这世上,没有人会同情一个弱者,也没有人会在乎你的眼泪,收起你的软弱和眼泪,做一个内心强大勇敢的自我。 四十七,这个世界最不缺的,就是看不起自己的人,别人怎么做怎么看你不重要。 你怎么做怎么看自己决定了一切,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原因。 四十八成功人的背后总会有一个不寻常的故事。 四十九,问了自己想要的未来,无论现在有多难熬,都必须得满怀信心的坚持下去。 五十绝望是对自己说,我是主角,我不能倒下。 五十一人心有一个弱点,你越在意什么,什么就越折磨你。 当你不再为手为脚,当你鼓起勇气,下定决心忠于自己,每一天都将是最好的状态。 五十二饺子,要投入滚烫的废水,才能成熟,仍要经过痛苦的磨砺,才能成长。 饺子要煮,人生要熬。 五十三奋斗的意义,不在于一定会让你取得多大的成就,只是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,活得比原来的那个自己更好一点。 五十四水的清澈,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,而是在于懂得沉淀,心的通透,不是因为没有杂念,而是在于明白举舍。 五十五把脾气拿出来,那叫本能,把脾气压下去,那叫本事。 五十六为了未来每一点,现在必须苦一点,低头不算认输,放弃才是懦夫。 五十七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人,都在背后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为人知的黑夜,那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拥有和赞叹的地方。 五十八生活现状,想过八戒般的生活,却承受着悟空般的压力,但只有沙僧的本事,还时不时能听到唐峰般的唠叨。 五十九,人生就像小马过河,未有走过了,你才知道河深浅。 你问牛,牛说很容易,你问松鼠,松鼠说被淹死了,现在才发现,生活中的小马太多了。 小时候的童话故事,从小就告诉我们要敢于尝试,不要死在别人的嘴里。 你的人生,你做主,六十有人帮你,是你的幸运,无人帮你,是公正的命运,没有人该为你做什么,因为生命是你自己的,你得为自己负责。 六十一冲动是说的那些伤人的话,都是日后无可救药的后悔,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,尽量少开口。 六十二,恐惧自己受苦的人,已经因为自己的恐惧在受苦。 六十三,不要活在别人的嘴里,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,而是把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里。 六十四,让人过于舒服的路,都是下坡路,最不费力气的行走,都是顺绷走。 然而动物园里养不出千里马,谁挺里也生不出腾飞的巨楼。 六十五在生活中,受到的委屈,吃过的苦,遇到的难,不是无意义的坏事,这些终将成就你的强大。 六十六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,我们只不过可以通过努力奋斗,使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。 六十七受委屈,几乎是一个人成长最快的途径,吃下去的是委屈,消化掉后得到的是格局。 六十八,经历苦难时,我们尚且不愿浪费自己,美好时光里,我们更该努力成就自己。 六十九,冷水和汗水的化学成分相似,但前者只能为你换来同情,可怜,后者却可以为你赢得尊重,成功。 七十二,其实你的每一份经历,不管是顺境还是坎坷,都会增加你生命的厚度,世界很小,紧带着梦想,一起奔跑,世界很大,紧带着坚持努力成长。 七十一,你的人生不会辜负你的,那些流下的泪水,那些滴下的汗水,全都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。 七十二,无论科技怎样进步,奥运冠军必须从水汗中诞生。 七十三,只有改变不了的过去,没有改变不了的将来。 七十四,让人迷茫的原因只有一个,那就是本该拼搏的年纪,想得太多,做得太少,人生在于拼搏,想十四不如做一次。 七十五,别傻逼逼的到处向别人展现你的懦弱和述说你的苦楚,别人只会嘲笑你的无能,却不会可怜你。 七十六之苦不是为了胜过别人,而是为了影响生命的真实面貌,因为在苦难中,生命没有任何遮蔽,可以展示其深度,广度与高度。 七十七有的路,是脚去走,有的路,要心去走,板住脚的,往往不是荆棘和石头,而是心。 七十八,在这社会上低头靠的是勇气,抬头看的是实力,穷在闹是无人问,负在深山有远青,不信你且看那杯中酒,杯杯咸尽有钱之人,为什么要努力? 就为了是为了有一天让你在夹菜的时候没人敢转桌子。 七十九一件事,你若不想做,你会找出千万个理由拒绝,你若想做,你会绞尽脑之绪想办法,做与不做,不在于你行不行,而在于你想不想。 八十跟着苍蝇会找到厕所,跟着蜜蜂会找到花朵,跟着千万赚百万,跟着乞丐会要饭。 八十一,自己想要的东西,要么奋力直追,要么干脆放弃,不要做思想上的巨人,行动上的矮子。 八十二,你的目光所及,就是你的人生境界,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,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,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,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,与其埋怨,不如自便。 八十三,无论有多困难,都坚强的抬头挺胸,人生是一场信物,不要昨天,不要明天,只要今天,活在当下,抱怨未来。 八十四时间只是过客,自己才是主人,人生的路无需苛求,只要你迈步,路就在你的脚下延伸。 八十五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师和建筑师,要想有所作为,就不能等待新军降临,世界上什么事都可以发生,就是不会发生不劳而获的事。 八十又趁着梦想还有温度,人生还有软机,抓紧时间去奋斗,不要等到老年时,只能叹息自己的路路无为。 八十七越有故事的人越沉浸简单,越肤浅单薄的人越浮躁不安。 八十八,面对误解,不必要争辩,面对烦恼,不必要回避,面对失败,不必要低头,面对成功,不必要忘形,人生路上更多的是思考,用心如此,坚持如此。 八十九人生在于感悟,生活在于领悟,与其羡慕别人的好运气,不如学习别人努力的过程,成功需要越积越累,每天坚持一点,用心做到属于你的极致,就是一种成功,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。 八十八,不要做一个懒人,九十任何的收获不是巧合,而是每天的努力与坚持的结果,不怕你每天漫一小步,只怕你停滞不前,不怕你每天做一点点事,只怕你无所事事。 九一,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,也没有碰巧的成功,一切无心插流,其实都是水到去成。 九十二,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,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,它会使你总往高处爬,它会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,它会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,都能看到自己希望。 九十三想成就大事,那就不要跟别人斤斤计较,把时间消耗在鸡飞狗跳的事情上,说到底就是不尊重自己的选择。 九十四成功的道路上,肯定会有失败,对于失败,我们要正确的看待和对待。 不怕失败者,则必成功,怕失败者,则亦无事处,会更失败。 九十五时间只是过客,自己才是主人,人生的路无需苛求。 只要你迈步,路就在你的脚下延伸,只要你扬翻,便会有八面来风。 启程了,人的生命才真正开始。 九十六由于别人,并不高贵,真正的高贵,应该是由于过去的自己。 人生就是不断成长,继续走好自己的路,拿得起,放得下,走得好。 九十七每个人的心里,都藏着一个了不起的自己。 只要你不颓废,不消极,一直悄悄酿着乐观,培养着豁达,坚持着善良。 只要在路上,就没有到达不了的远方。 九十八不要因为没有阳光,而走不进春天。 不要因为没有歌声,而放弃自己的追求。 不要因为没有掌声,而丢掉自己的理想。 九十九人最大的对手,就是自己的懒惰,做一件事并不难。 难得在于坚持,坚持一下也不难。 难得是坚持到底。 一百真正改变命运的,并不是等来的机遇,而是我们的态度。 一百零一件事,无论太晚或者太早,都不会阻拦,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。 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,只要你想,随时都可以开始。 一百零二人要懂得珍惜时光,不能丢了白天的太阳,又丢了一碗的星星。 天道酬勤的一丝时,越努力,越幸运。 你若不相信努力和时光,时光第一个辜负你。 104男人的脾气影响她的事业,女人的脾气影响她的婚姻,人的一生都在学做人,学习做人是一辈子的事,没有办法毕业的。 104逼自己一把,突破自我,你将创造奇迹,千万不要对自己说不可能。 我不行,书的方向封决定,人的方向自己决定。 105生活类,一小半源于生存,一大半源于攀比,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坚强,直到有一天你除了坚强再无选择。 105在每一个充满希望的清晨,告诉自己,努力,总能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107生活像一只蝴蝶,没有破茧的勇气,哪来飞舞的美丽? 生活像一只蜜蜂,没有勤劳和努力,怎能尝到花肥的甜蜜? 108所谓年轻,不只是指年龄,更是一种生活的心态,对事物充满好奇,对人生满怀期待,直到路途艰辛却依旧一往无前。 这就是年轻的生命状态,109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已闻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,只有你自己,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。 再破败再简陋,也好过寄人篱下。 110,成功往往在多次失败之后才姗姗到来,每一次跌倒后再爬起来,都能使你的记忆更精湛,本领更强大,信心更充足。 用不放弃,置之以恒,当挫折在脚下堆积成七,你就获得了进步的机会。 111,人生不要被安逸所控制,决定你成功的,是奋斗。 人生不要被过去所控制,决定你前行的,是未来。 人生不要被别人所控制,决定你命运的,是自己。 人生不要被金钱所控制,决定你幸福的,是知足。 人生不要被表象所控制,决定你成熟的,是看透。 112是百有两种,一种为光输不练,另一种为有勇无谋。 113,你比别人多一点努力,就会多一份成绩,你比别人多一点志气,就会多一份出息。 你比别人多一点坚持,你就会夺取胜利,你比别人多一点执着,你就会创造奇迹。 114,努力的最大动力,在于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生活,而不是被生活选择。 115,这世上没有奇迹,只有你努力的轨迹,没有运气,只有你坚持的勇气,每一份坚持都是成功的累积。 只要相信自己,总会遇到惊喜。 116,进步和成长的过程,总是有许多的困难与坎坷的。 有时我们是由于志向不明,没有明确的目的,而碌碌无为。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,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退缩,与自己亲密的妥协没有坚持到底的意志,才使得机会失去。 颗粒无收,117在成功面前,借交建造学会成功,在委屈面前,宠辱不丁学会包容。 在等待面前,坦然自若学会忍耐,在痛苦面前,欲火重生学会坚强。 118,人不去学习,那来知识,不去工作,那来财富,不去拼搏,那来成功,不曾遇大趋势,那来的机会。 不相信一切,就要被时代所淘汰,所谓困难,困在家里就难。 出路,走出家门就有路,思路决定出路,高度决定视野,有信心不一定赢,没信心一定会失败。 119问问自己,凭什么不努力,有什么都想要? 120,你曾经偷过的懒,都将成为打在你脸上的巴掌,打拼,上进,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,是为了不辜负此生。 121心在哪里?生活就在哪里?人这一生能力有限,但是努力无限。 122,如果你不努力,一年后的你还是原来的你,只是老了一岁,如果你不去改变,今天的你还是一年前的你,生活还会是一成不变。 123,永远不要忘了你最初的那份感性,如果他正在解退,说明你即将出局,不忘初心。 方的始终,124不管多远的路,也能走到尽头,不论多深的痛苦,也会有结束的一天。 背负明天的希望,在每一个痛病快乐的日子里,才能走得更加坚强。 125没多少人的人生是容易的,你治过的苦,受过的累,总有一天,会变成生活对你的假假。 126,人生从来没有真正的绝境,无论遭受多少艰辛,无论经历多少苦难,只要一个人的心中,还怀着一粒信念的种子,那么总有一天,他就能走出阔境,让生命重新开花结果。 127,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,但可以决定自己几点起床。 你不能控制生命的长度,倒可以增加生命的宽度,不必羡慕别人的成功,那些风光,不过因为它们在你看不见的时候,留下了你想象不到的汗水。 128,人生有两条路,一条需要用心走,叫做梦想,一条需要用脚走,叫做现实,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低估了自己,对自己不够狠,从而错过了,遇到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,逼自己一把,很多事并不需要多高的智商,仅仅需要你的一份坚持。 129,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,但可以决定自己几点起床。 你不能控制生命的长度,但可以增加生命的宽度。 不必羡慕别人的成功,那些风光,不过因为它们在你看不见的时候,留下了你想象不到的汗水。 130向前走,不必想太多,也不要害怕,相信梦想并坚持。 131坚持下去,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打扮你的,只有你自己。 132记得没有方向的时候,看看自己眼里你活成了什么样,是不是你期待和梦想的一样,如若没有,请不要选择安逸。 133人生要走的路,没有一条是容易的路,我们只能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,然后凭借自己的努力,去决定自己的样子,去过上最想要拥有的那一种生活。 134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,奋斗让我们改变命运,为了梦想而拼搏的人最可敬,继续加油,前面有更美的风光在等你。 135人,也有压力,但不能压狂,可以迷茫,但不能绝望,现实的生活高级我们,人的命运靠自己奋斗不包有一丝幻想,不放弃一点机会不停止一切努力。 136没有人能帮你,你只能靠自己,什么都失去的时候,还有未来在。 137知道自己是什么年纪,并把这个年纪能做好的事情尽力做好,才可能有效个年纪的随心所欲。 138当你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时,你会选择等待,当你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时,你会选择奔跑。 139成年人必须明白的一个道理,多少鸡汤文都比不上一张钞票给的安全感,少一点矫情,多一点努力。 你想过的那种生活,得自己去证。 140不论做什么事,都要相信你自己,别让别人的一句话将你击倒。 141 141 别喊穷,没人给你钱,别喊累,没人会帮你做。 別想哭,大家不在乎,别认输,没人希望你赢,别靠人,只有自己最可靠。 别祈求,别人等着看笑话,别落魄,一堆人等着落井下石,别低头,地上没有黄金只有石头,越努力,越幸运,142千万不要放纵自己,给自己找借口,对自己严格一点儿,时间长了,自律变成为一种习惯,一种生活方式,你的人格和智慧也因此变得更加完美。 143当你选择了开始,就不要轻言忘记,用你足够的毅力和耐心去坚持,总有一天你会回眸一笑,原来我也这么优秀,坚持梦想,不忘初心,140次耽误你的不是运气和时机,而是那数不清的犹豫,145侵犯的人总是按时起床,乐观的人总是充满希望,努力的人总能超越梦想, 正能量的人总自带光芒,146播种与收获永远不会在一个季节里,成功路上,要耐得住寂寞,经得起诱惑,扛得住打击,一如既往,永不松懈,直到成功,147要记得,成为想成为的人,不要只是说说而已, 从现在做起,人生的每一刻,都是在为自己的民间铺路,148真正想要的东西,不只是点点脚尖那么简单,所有的收获,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努力才能争取, 149明明有能力,可以变成更优秀的人,遇见更好的人,过更喜欢的生活,如果因为懒惰放弃了这种机会就太可惜了,150破例就是敢想敢做,有一套想法去做了,成不成功都不后悔,前怕懒后怕虎,不把他永远也做不了大事,消除生活贫穷是容易的, 但要消除心头的贫穷感却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